大阪呢 持续往上 可是投资人快抓狂 这个抓狂呢 是 盘势要怎么涨 能够 掌握得住哦 但是呢 个股要怎么走 很分歧哦 成交量上不去哦 价格上不去哦 轮动很快哦 每一个板块呢 这里涨一下子 马上换下一个 上礼拜五涨电子 这里拜涨什么 涨钢铁 涨传产 涨了你才会去买 你难怪头痛 你会头痛啊 涨势没有延续性嘛 利空消息 一下子那里 一下子那里 你完全无所适从 这个就很典型的怎么样 你现阶段的操作 如果你过去都没有这种经验的 你最后下场就六个字 赚指数 赔价差 可是真的 投资朋友要去用期货 来买卖指数的时候 你们会放空还是做多 放空啦 所以最后是怎么样 最惨的六个字 赔指数又赔价差 想说股票难做 那不然我去赌大盘的方向 大盘的方向呢 我又是慢连加一拍 慢连加一拍就算了 方向还做错 所以你头痛 那头痛的来源是什么 来啦 我们来看一下啦 有没有看到 好难过喔 7号 11月7号 头版 头条 旁边一个绿色的台湾 有没有看到 看到什么 告诉大家啦 7号有利空 陈峰老师有这个利空的股票 我有耶 我告诉大家 行情要来了 有没有看 我不去笑啊 现在的社会氛围 怎么我是很清楚 清楚什么 清楚行情要来 大行情吗 我没有这样告诉过大家 反弹反弹反弹 我一直告诉大家 这个盘是反弹 能让我看到反转 转向 还没嘛 我没有这样告诉你嘛 有没有看到 涨停 什么时候的 11月8号 起来停半 涨停你看 不到半个小时 这不到半个小时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拉的 上面没有卖压耶 拉得很快耶 马上锁住耶 大单锁上耶 8000多张 700多张 加起来9000多张 挂在那边 让大家看耶 让大家舒服耶 什么时候买 10月28号 反弹 各位 你们看到我持续看好反弹 我看好反弹 就反弹 没办法 就反弹 持有者 也赚了 第一次买的赚 第二次买的 大赚 吊过来咯 腿疼的要来咯 头痛的要来咯 我在上个礼拜 试告诉大家 我已经怎么样 我已经卖了 有没有看到 短短15分钟的判断 9点04分 看到挂单有状况哦 这边不能破哦 破了 滚吧 卖了吧 你反弹没有要坐这么远 不跌破 我们就不卖出 我们遵照几率 我的学员都遵照 陈锋老师的几率 没办法 他就是要破嘛 他就是装模作样嘛 在平板上面 拉上去之后打下来 再坐亮一次 再拉上去再打下来 这样上上下下 搞了两个小时啊 他干嘛 他干嘛 他诱人 他诱多啊 很可恶啊 没有办法嘛 15分钟过后 9点18分 就一个15分钟的决定 今天跌停 我们来看一下 请市销全速卖出 跌破关键的一个区间 要换股了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 11月9号 8号才涨停 9号就搞这乌龙 10号呢 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K线图 各位 这个时间点记住啊 9点04分 9点48分 我们来看一下 K线图 待会我们再来看下新闻 我们再来看这些新闻 我们再来看 敦泰 有没有看到 恐怖啦 直接跌停 三千六百公斤就跌停 买半串 没有买盘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今天是讲敦泰 太精彩了 有没有看到 这里 有没有看到这里 11月9号 9点5分 再来呢 我在9点19分的时候 就这一根 9点19分 这一根 这一根 就告诉大家 这里不行了 为什么 他这里放票了嘛 他这里放票了嘛 你看两千几点而已 跌坡了嘛 跌在外面 又挖起来 挖起来 又挖起来 这个就是怎么样 这个真是仪式做头了啦 短线上 他要做头了啦 为什么有人放票了嘛 昨天11月9号 拌坡了 他又怎么 没人要爱一根公司的股票呢 结果呢 拌下去 又盘 盘 盘 11月11号呢 假装要再攻一下 结果呢 没力 没力 继续呢 我们看 继续 来我们来看 有没有看到 慢慢越爬越下去 越晃越下去 有没有看到 哇 凯度 79.5 想说 哇 这个要创新高 80块 扭起来啦 不要过半年线了 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啦 随着时间这样走啊 你看今天有恐怖 跳空跌停锁使 少多少张 我们来看看 少多少张 少多少张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跑一下 让他跑一下 6000多张 本来上下各跨8000张 加起来合一档 所以有人抽单 大概8000多张 锁住 有人抽两件多张 剩六件多张 射掉你家 求助无门啊 会不会再跟跌停 明天继续往下开 往下开之后呢 卖案应该会停住 再拉 再开始盘区键 我今天先告诉你 顿泰就是这样走法 所以你在这个股市上 走到这个程度啊 你不会晒起来吗 一年之间 77你没有走 77你没有走 今天67.5 几天而已 10% 这要跑跑不掉 才几天 才几天的时间 各位我们再看一次 好不好 我们把它切到日线 我们再看一次 好不好 才几天 我们11月9号出去的 8号涨停 7号利空 8号涨停 9号出去 10号休息 然后呢 11号呢 双11呢 回平盘 开高之后 再调节一次 12000多张 上面有卖压 沉重的卖压 再来了 直接 3640张 跌停所使 指数你赚了吗 价差你赚了吗 你都没有嘛 成交单在这里最高嘛 你没看到最高嘛 3.8万张嘛 这边全部全部套 套 这边再套 4961好多吗 4961好多了吗 你觉得这样好多了吗 错 烂包 3034 你觉得这样好多了吗 谁要再花更多的钱 挂315 20块推 现在只有外资 外资有没有机会 有 连连指数走软了 走软会走多久 我告诉你 不会多久 为什么 沉重老师 为什么 深喜还在继续吗 你还在选择吗 那为什么今天 敦泰这种激情的演出 连勇就没有这样子 天狱就没有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利控 什么利控 不要管什么寒冬啊 有没有看到 裁员耶 才10%耶 蹲太Q3耶 亏了耶 所以我为什么 我常在里面是 大盘要抢房 他是个案吗 他是特例吗 不是啊 今天可能很多说 有没有还有机会做多 当然有 问题是走多远吗 你敢不敢在大底的时候买吗 重点是大底的时候买吗 我们10月28号 敦泰买的话 我们两次买 讲最近的这一次就好了 10月28号 有没有看到 BJ耶 很恐怖耶 是不是 这一般投资人也不会在这里买吧 那为什么 因为还没有出吗 财报还没有出来吗 这个都买好了 买好了吗 涨停吗 就是要出吗 拉抬 万般拉抬不就是为了要 在价格好的时候 卖掉吗 种菜不就是求得一个好的价格吗 种米 种水果 全部都是如此吗 股票也是如此 所以今天很多投资朋友又在问陈锋老师说 陈锋老师可以买 这里应该买吗 跌停应该买吗 我没有那个本事买跌停的 这么大利空都跌停了 一个3.8万张过后 一个1.2万张过后 就来一个3000多张就跌停了 这谁敢买 你告诉我 谁敢买 所以问题就是在这里 那今天整体的那版 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说既然东西都 都 都出来了 个股都是这样震荡 那请问一下 全球股市会不会大震荡 我告诉你会 中国大陆呢 就房地产 你看房地产多糟多烂 烂到中国政府需要用钱 去把它 框住 去把它扶住 会帮你 所以你现在在买股票 我告诉大家了 100万的资金 你就是20万到30万了 而且是要抢快 比手快的 不是比趋势看得准 这里没有趋势 我告诉你这里只有反弹 这里的反弹 是要让你黑马 红卖 全部都知道 成交量都出来 卖掉的 简单的逻辑 简单的概念 请说我们买了吗 10月28号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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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在黑的时候买的 等多久 还是等了一点时间 等了一点时间 对不对 按太快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呢 拉上去呢 也是一样嘛 又在开始了嘛 上礼拜五 我告诉你了 我卖掉了啦 我们10月28号卖的啦 买的跟正 10月28号买的啦 我上个礼拜五就卖了 开盘我就卖 是拉到快接近涨停 开盘不到五分钟 9点07分的时候 Push我明天再给了啦 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啦 今天来看节目 我低的时候 敢叫你们买了 我卖的时候 不会马上通知你们了 为什么 付钱的差异嘛 这是差异化 今天要拉高 要卖股票 凭本事了嘛 你们在前面 看着陈光老师在演 在讲台股战略家 在讲这些东西 会是所有东西都免费啦 没有 1228号买是几块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101102 有没有看到102 102103104 涨到了122 124 几个趴 几趴 你们想几趴就好了 8046四月谈了 有没有看到 今天还持续拉 因为他的 董建筹码比较多嘛 利息比较大嘛 但是也花了4.2万张 坐量做得很辛苦 直接当初把它尻上去 尻上去之后呢 放票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涨停 因为涨停出不了股票 你看到 1.4万张出不了 一出会打开嘛 所以你看今天他又用了一天嘛 他又花个力气再拉上去嘛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告诉你们在哪里好不好 为什么他拉这个 你看用多少张 1000多张就拉上去了 你看哦 来这边 开始放票放多少 1216 来哦 1216 758 2000张 2000张之后呢 这个呢 1192 现在正多少了 现在正多少了 2811 现在已经4000张了 4000张了 在这个500张 1000张的 再继续想办 今天至少出了 大概7-8000张 7-8000张的主票 就在200多块 再倒一次 人家就是这样在玩的 锁住不让你买啊 拉高之后呢 假星星一直拉很高 一直做亮 然后就开始呢 你看 这些买超的 这些都赚钱赚钱赚钱啊 你为什么不在低的时候买 你为什么不在10月28号买 我爆牌给你 我跟你讲啊 我是分析师啊 我分享股票给你 我可以啊 为什么不要 因为你看不懂 因为你不清楚 因为你不了解 这种的同样的也要 也要喷了 因为你不了解 这个也要涨 有没有看到 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手法 一个跳空掌停锁使 所以他 他的今天的一个 一个调节 是今天才来做的 对不对 但为什么他拉上去 因为他自己来 最价买还不搭 所以他自己来 他自己来之后呢 下面就有店买单了 他就刚好可以倒下来 就是这样子玩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 所以你要能够在 第一档的时候买股票 这才是高招啊 可是现在大凡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很厉害 继续涨 哇 很有希望 各位看到 上礼拜五 三千多亿 有没有来到 陈锋老师的三千五百亿 还是没有 但三千三呢 够不够多 够了 全部都上来了 上来了 今天我们再上来 有上来了 上来了突然怎么样 没有了 2700多亿 没有了 没有了 他顶到哪里了 你说顶到天花板了吗 都没没看到 顶到了 顶到了 那他会不会过去 会不会过去 我们要看什么 联发科 联发科 没有买盘了 这个有人放过 放票出来 所以他660块 能不能占我 关键密码660 关键密码660 所以你看 在11月10号的时候 最高就是收在660块 660块 第一波冲出头之后 拉回 只要660站得住 我告诉你 还有机会 这里我们可以适当的 100万 还可以把资金 从20万到30万 拉升到50万 如果没有 持续要做减码 今天我们股票 剩两党 一党 2603 我们还有 长龙 我们还有 简直的 我们还有 所以你在节奏上 你不踩稳 但我现在 引优是什么 现在11月14号 我们这个老兄 还没有拉 有没有看到 这个老兄 没有拉 还在等待 他没机会等了 明天 联发科跟台积电 就要休息了 今天中钢拉了 大力光拉了 还有谁没拉 2317的红海 就他 不来吗 我要抓住 你要来 我抓你 那我就知道 有哪一些 红海的职工师 要来 我们今天先不进场 我等就明天 明天我们要进一趟 红海相关的 汽车概念股 这概念股 过去我们买过 过去我们大赚过 过去 我们也 在 行情还没有动的时候 及时赶快做切入 一个大波段 同样东西 它是反转吗 没有 做反弹 不然我请说卖了 我顿泰卖了 都赚钱卖了 我换个档 可以吧 可以 长龙继续赚 你们敢不敢买 就看你们了 所以不是每一次的操作 都是那一种 见到 见到突破 见到大涨 见到成交量出来 才做嘛 太慢了嘛 你跑多快 也许还有渣渣 可以 可以 可以赚 你跑不快呢 跌停等你 跌停 你跑不掉 请喝以堂 再重新怎么样 足底要往上的时候 他要告诉你说 哎呦 我裁员完之后 我的体质就变好了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每一次的股市 我告诉你 这不是人类在做的 很辛苦啊 现在的一个反弹 别忘了 还在升息 别忘了 12月还要升两毛 别忘了 明年还要升 别忘了 联组会没有告诉大家 我没有要升息的 没有 这绝对是他 重中之重 控制通口 猛升利率呢 当然会有些后遗争 我们都希望 联组会有智慧 但过去的经验 联组会 有经验吗 所以你去思考 这一点事情 就知道了 所以为什么 陈总老师在这里 要亦步亦去 陈总老师 20%而已 各位啊 你20% 你如果没放到六地儿 电头拍下来 40%呢 为了可能险 当然没有 那我要 我要避免就是 这40%跌 那我要做的 就是在大底的时候 抄底吗 超反弹 不是抄底 各位我修正一下 超反弹 反弹波 这一刀手术刀下去 化开之后呢 不能见血啊 快速进去 再封起来 所以你不能够 再用过去的思维 来操作大盘 在这里反弹的 一个怎么样 气势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所以你看 请说我们买了 过去我认为 会到的点位 在这样的成交量 在这样的拉台 我要适时的调整 做修正 这就是陈锋老师 这就是台股再来讲 所以你看 381块台积电 你们买了吗 你敢买啊 很多人说 哇陈锋老师 他站上了半年 他站上了季限了 现在445了 381你们没有买 现在445了 我告诉你说 8000块如果你都赚不起来 8万块你休暇 我只得是一张的价格 现在来到445块 跟我381在T区告诉你说 这里就是短期低点 差了多少 19加45多少 64 一张你已经赚了64了 各位你掌握了吗 距离8万只剩多少 只剩下16000元 只剩下16块的价差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8万块 这当然就是对于我对大盘 点位的一个看法了 这就是细节 所以我常告诉他一件事情 不是你不会 不是你不懂 是资本市场就是这么无情 就是在玩这些手段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这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 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多久我已经把台积电的点位告诉你 多远我已经把 零发科的一个点位告诉你 还有哪里可以做 我已经告诉你2603的场合 接下来下一档 电子股 各位电子股 现在大盘已经强迫取分了 刚刚图卡各位闪过已经看过了 现在我要再挥出一支带有打点的 阳春拳来打 这里只能够阳春拳来打 满贯 各位还不是时候 这一发阳春拳来打 我给他讲出你 我给他讲出你 球棒我已经拿好了 球路我已经预测你好了 会让我几百 我预定就是滑球 因为他总是 往下掉 往下掉 我要再往下掉那一刹那 我要用球棒把你捞起来 打出一棒圈那档 想要知道是哪一档 电子汽车零件相关的 加入TG 加入陈锋老师的LINE AD 让陈锋老师告诉你 明天我要进哪一档的 电子概念的所谓的一个概念股 汽车概念股 想要掌握这一档资讯 麻烦加入陈锋老师的台股 站立家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下午 同学时间 我们再会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适合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即将品之外 退职均营给下订工 直替台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